一个白啊 黑啊 灰啊 跟蓝 我再重复这个是七人座啦 所以我只需要一个button 它就会完全回到原本的位置啦 半个位的差别主要是它没有那个 嗨 这里是ChrisJepica 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 在我身后呢 这辆是一个Carnival 2024版本啦 2024呢 它跟2023它是外面外形我们来说啦 前面也好 后面也好基本上是一样的 只是它会有点小小的改啦 example 像外形的话我们只有Sport Rim是有点不同 等下我们都会给你们看 再来锁石方面呢是完全一样啦 所以颜色方面也是一样 我们是有四种 一个白啊 黑啊 灰啊 跟蓝 所以我们现在看一看它的主要的改变是什么啦 在这里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是19寸 它是黑色的Sport Rim啦 之前呢我们都是18寸 而现在七人座和八人座它是19寸啦 but 11人座它还是一样的 是18寸 剩下呢 基本上都完全一样啦 然后Fortim呢我们全部都一样 还是一样是 按钮都完全一样啦 我们可以看到啦 它是完全黑神类似的哦 自然button全部都还是一样 这里所有的东西都还是一样啦 然后呢 主要的会有看到差别是呢 我们在这里 我们打Signal 是会有show左右的camera 也就是Blindsport View Monitor 之前这个Blindsport View Monitor它只出现在Sorento 而现在呢 Carnival七人座和八人座也有这个function啦 然后一样它还是Pull Start 然后还有点改变的是它的Infotainment System这边也是有点改变啦 之前呢我们全部还是要用到Wired 而现在这一个2024版本我们可以用Wired的Android Auto和Apple CarPlay 然后呢一样我们可以看到有Paddle Shifter Other System也是有 就是Advanced Driving Assist System啦 也就是那种Land Keeping啊 AEB啊 七人座和八人座都有 谁人座就没有啦 所以它们还是一样有360 camera 左边啊右边啊前面啊全部都有camera 只是说 刚才我刚讲啦就是2024我们多了BVM 也就是我们打Signal它会show camera在这边啦 然后呢七人座和八人座我们还有Ventilation 就是椅子里面它会出冷气啦 就跟2023那时候都完全一样的 所以如果你太冷你要热风 一样我们往上推它是热风啦 OK Wired Charging USB全部一样 然后这边我们一样有Board Switch 全部有天窗两个 也是一样的啦 现在我们去看一下它的后座 我们一样可以看到它是Power Siding Door啦 上来的话呢 然后这个我现在看到这一辆是七人座啦 所以我们一样你可以发现到它是黑神内饰 这个我们是可以调前后 而这个是左右 左右呢主要是中间座走廊去后面啦 而我再重复这个是七人座啦 然后七人座的话呢我们是会有一个Anchor Rest Control我们都在中间 然后有两个Armrest 然后呢这个里面是有Ventilation啦 如果是八人座我们只有前面两张是有Ventilation 而七人座是包括后面这两个Pilot Seed 都有Ventilation 再来呢这个七人座我们有一个Button呢 要先去中间 这Button我们只要一按它就是直接去到一个Relaxation Mode啦 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的那个Reset Button 所以我只需要一个Button 它就会完全回到原本的位置啦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开关呢 这边是有Button 窗帘我们可以看到都有啦 左边右边后面第三排也有 这边还有自己的USB Econ Control全部在上面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有Sunroof 前后 Dual Sunroof都是可以开的啦 所以我们主要是要去试它第三排的空间 第三排呢 它是很宽啦其实老实说你要做到三个你都可以 你看它真的很宽 OK 这边我们还可以看到有Cup Holder啊 USB左右都有 一样窗帘 也是有四个 然后呢这个如果你要调倾斜度 它的绳子是在这里啦 我们只需要拉我们都还可以做调整啦 哇你要再斜一点都可以 其实它可以倒很斜 OK 然后这是Head Rest 所以它整体老实讲很宽啦 它整个都很宽 原来这辆车其实蛮宽也蛮长啦 所以我们现在去看一下它的后车厢空间 OK 来到后面呢它这个全部灯都是Ice一样啦 我们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Red Hidden的Wiper 开关在这里啦 不过当你车是锁住的状况 我们是如果你有锁湿的话 它是有个Smart Tailgate的Function 我们只要站在后面 它会自己开啦 而现在你会听它响 因为它响的话呢我走掉还是会自己关的啦 这个是Auto Close的Function 而我现在不喜欢这个Function的话 我们只需要按右边这里我们按它 它就关了啦 然后呢一样它是Power Boot嘛 加上呢它还是Memory 所以如果你要调它的高度呢 我们可以用Manually拉高低 然后我们按99左边那里 按99它会Save 起来啦 下次呢它开呢 它就一直到这里咯 后面我们可以看到好像它的后车厢非常的深 这边是帮它的Jet OK 这边里面我们有两个小的Compartment 而这个椅子如果你们没有用到的话啦 我们随时想收就收就可以了啦 它跟之前的2023的都完全一样啦 所以两个我们都可以收 所以很像就是它蛮 flexible 蛮 practical 就很像如果你突然要载很大样的东西 可能你要载做纸啊什么的啊 我们只需要把它收 你要怎样收都可以啦 收了过后你要怎样放你的东西都可以 因为它很长嘛 然后呢这个我们要回来也很简单 我们只需要拉 OK 然后我们再拉这条绳子 它就可以调回来了啦 好左右都一样 如果关的话也很简单啦 我们只需要按左边那里 按开就关掉啦 关于Carnival呢 很多人都会问有没有Spray Diary 所以我大概给你们讲一下 它的Spray Diary是在这一个位置 在右手边这个位置的车底下 而要怎么样拿呢 基本上我们是从这里 你把这个你的carpet打开 它这边有一个cover啦 我们先把这个cover打开 里面是一个screw 你转了它就会掉下来了啦 它把那个Spray Diary放在这里 所以它的后手墙才可以坐到那么深 所以这个底下好像也蛮不错的啦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个是Carnival霸人座2024年啦 因为它黑色那次就是2024的啦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七个位和半个位的差别 主要是它没有那个Anker Rest 那它是只有一个Armrest 它没有Bilance Seed 这个呢我们是有Head Rest啦 OK那它是完全独立 你要哪一个要前要后 这三个完全分开 而有它的好就是呢 这三个椅子呢 你都可以看到它可以放Isofix 就蛮Flexible啦 很像家庭式啊 要放Carsit的什么的啊 都可以放蛮Flexible 而还有它自己的特点 这三个呢 我们都是很容易就可以拆了 放家里或者是转回来装 就Face to Face第三拍都可以啦 任何一个都可以 然后呢关于这个 如果你是要调它的倾斜度中间的这个呢 我们要调倾斜度是在这里 如果你也没有用到中间这个位置呢 我们也可以给它躺平 就是做桌子啦 你可以看到这边是Cup Holder 这些呢就是关于我们现在这个 最新2024的Carnival啦 而我所在这边是Wang Lukia 如果你们有兴趣这两款车 你可以WhatsApp我们 然后呢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记得Like Command 跟Subscribe我们的Channel 我们下个影片见